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创意金星科 四星KY 我们看日线图就好 其实很明显这种个股就是谈一天之后又下去 因为毕竟他们可能后面受到的憧憬性会是比较高的 这一块是市场比较担忧的 所以反而杂音比较高的 虽然你看它位阶很低修正很深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去抢的一个时机 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太适宜 因为反弹之后比如说指数指跌回稳 其实市场会慢慢冷静一点 就是先前比较不理性的沙盘 那冷静之后当然就回归到基本面去做一个选股 像刚刚谈到的新胜利 虽然看起来形态很强 即将又创波段高 但它的业绩真的很好 而且在这一波外资也是持续站在买方 所以我倒认为 它的拉回其实不必太悲观 反而你可以以五日十日线作为参考 第二个刚刚谈到中美的所谓科技站 国安的一个考量 也要把这个所谓的安全监控的设备 扩大列管 之前是只有一些政府部门 是不能采用中国制的产品 那现在他们的这个FCC 严你就是要把整个 就是中国制的公共安全的这种 录影监控的设备 是整个全美地区都不能销售 就是私人企业都是如此 所以第一个转单的效应 这个绝对会显现 因为之前像申瑞旗有都有表示 其实已经开始有接下一些订单 那这一波比较强势的可能是在 3454的金瑞 金瑞你看它从8月初左右 股价大概才70多块钱 这一波最高来到151 甚至在昨天也一度拉到涨停了 即将又再挑战前高了 所以金瑞波段涨了一倍之后 其实在今年来讲 获利也是大幅度攀升的 应该可以第一个看到是 3128的申瑞 因为申瑞它在过去几年 陆续切入到这个车用的安控市场 它的毛利率是呈现这种倍数性的成长 它在过去没有切入到车用市场的时候 毛利率大概才11 12 就是十几%左右 那这几年车用的比重拉高之后 毛利率来到20% 24% 到去年有26% 来到今年预估 乐观一点来看 因为前两季已经29%多了 那下半年应该也不错 所以就3128申瑞来看 今年的毛利率可以成长到30%左右 那以上半年的一个获利 已经0.85元 已经比去年一整年的获利还多 所以市场预估它今年的获利 有机会写下15年高 所以短线上它也是属于 拉回到黄色那条季线 在前两天 已经出现了 打了一个小V角的一个味道 那配合着正侧面的一个利多加持之下 其实森瑞的一个转单的效应 之前就有表示 已经陆续有接获一些厂商的一个 下订单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部分 呼应我刚刚所谈到的 就是股价反弹的续航力 在这些有业绩的族群 我倒觉得是可以比较期待 而且刚刚谈到 精锐波段都已经涨了一倍多了 以森瑞来讲 其实涨幅都还算落后 那另外一家就是3356的齐友 以齐友来看 它因为在北美市场的营收占比 占它营收大概有六成 所以它的受惠的程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你看齐友过去这几天 是有一个比较强劲的V转 日K拉出连三红 股价站上所有均线 所以短线上 你也可以以前高36元 作为一个突破性的 一个颈线参考 我觉得是有机会做突破 因为刚刚谈到 精锐都涨了一倍 维持在高档去做整理 甚至还要再创高 那这一些比较在低档的 像是齐友 甚至刚刚谈到 像是3128的森瑞 它的车用产品 也打入到多家的 这个汽车品牌厂的 台湾的一个供应链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一块 受惠于中美科技上 受惠受害股 其实你从股价看得出来 表现就差很多 所以在业绩的表现上 我觉得这也是往后 股价牵动的一个关键 好 那玉堂也要请你 帮我们及时解读 MIH呢 以胜的部分 好 家族以胜 现在却有卖单 尾盘又有一点点 越走越低 目前跌2.4块 价格63.1块 不要说以胜啊 因为连主角洪海 今天对于他们自家的科技日 好像股价上面并没有反应 老师对于这个科技日登场了 题材的话题可能会战告一段落吗 我觉得似乎是有这样的味道 我觉得从今天洪海科技日登场 反而洪海家族的买气相对疲乱 大概以前是苏台 最近市场上的买气真的比较疲乱 不管你看档充量 成交量 甚至前一波融资大减 你说要这些买盘 在短期内迅速度的回来 我觉得比较难 但是对于洪海 在电动车相关的这些 供应链的个股 其实我不悲观 因为即便市场今天没有说 比较机器性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讲 洪海相关的这些 电动车的这些 我们说指标性的子公司 他们扮演的角色 绝对会越来越重 而且从洪海过去这几年 我们就知道 就是要转型主攻 电动车的一个市场 所以像是底盘 合作的厂商就220的育龙 我觉得目前来讲 技术面的形态也都还OK 因为先前已经走出了 这个任列转投资 西洋东京防疫宝当理赔的一个利空 看起来 整个均线有纠结翻扬的味道 那另外一家指标股就是2328的光雨 因为过去Model T的这个车用线数 就是光雨所提供 而且在 融炭的部分 电池材料新贵挂牌的融炭 光雨也是最大的一个股东 所以这一波来讲 看起来 底部也有电高上来的一个味道 所以目前来讲 可以以黄色的季线作为一个突破压力的参考 那营收表现很好的 是一阵KY 虽然今天看起来也是表现比较令市场失望 不过它在公布营收完过后 其实股价在前一波的低点55.7之后 也展开了一波比较强劲性的一个V转 所以我倒觉得 或许今天鸿海的科技日 没有激起 红家军股价的表现 但我觉得日后来讲 应该股价上 我会比较正面去看